凯米颱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来看迹象鼠的最新说明 相当稀少 而今年的第三号颱风凯米 目前是在台湾的东南方 大概69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目前是一个轻度的颱风 那这个颱风未来会逐渐的 往北北西的方向前进 逐渐接近台湾东南方的海面 而西北太平洋上目前还有 第四号颱风巴比伦 目前是在比较接近台湾西南边 在海南岛这个位置 后续会逐渐的进入华南沿南 因此在未来一个礼拜 以台湾的天气来说 请大家要多多关注的是 在东南方的凯米颱风了 而从最新的颱风的路径预测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在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颱风目前还是在 旅宋岛的东南方海面 那未来一天的话 颱风会以北北西的方向 逐渐的往台湾东南方海面前进 而到了23号之后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导引 这个台湾会逐渐的方向 会由北北西 逐渐转为偏向于西北的方向 朝台湾北部近海来前进 那以最新的路径上面来说 又稍微的往台湾的陆地这边 修正了一些些 因此我们预计它可能是在 24号深夜到25号上半天 这一段时间 中心会相当接近 台湾北部的海岸线 那不排除当中可能有登陆的机会 不过以目前的预测 潜事的预报上来看 路径上还稍微有一些些不确定性 因此它有可能会 比较接近台湾陆地一些 但也有可能稍微远离台湾陆地一些 不过依照目前的路径上来看的话 在礼拜三礼拜四 将是会对台湾本岛 天气影响最大的时候 而礼拜四到礼拜五 随着台风进入台湾海峡北部 也有可能会对马祖的天气 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 那今天因为台风离台湾还是相当的远 所以主要各地都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那从降雨的预测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白天 基本上都还是 各地都是多云道晴 那有些地方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今天午后雷震雨主要会集中在西半部山区 以及在南部的平地 还是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 那这样子的降雨呢 到了今天入夜之后呢 会有明显的缓和下来 而明天开始台风外温环流逐渐的影响到我们 因此在迎风面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的雨势 雨势的话在明天是越晚会越来越明显的 我们从 那另外在今天的话是温度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今天其实各地天气大部分都还不错 西半部的高温有机会来到36 37度 东半部也大概在33到35度左右 离岛的部分的话 尤其在金门也是会有36度的高温 我们持续针对部分的县市发布高温资讯 今天在外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的情形 而至于未来的天气呢 则跟这个台风的动向有相当大关系 明天会是一个台风逐渐往东南部海面接近的过程 在外温环流的影响底下 北部跟东半部会开始有些降雨 那甚至在东北角迎风面这边 雨势上越晚会是比较越来越明显的状态 另外在中南部的部分则还是维持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白天比较炎热 中午过后还是会有些午后的热对流发展起来 那当中也可能会造成一些较大的雨势 随着台风逐步的靠近 我们预计明天沿海的风跟浪就会逐渐的增强了 而到了礼拜三礼拜四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台风逐渐靠近 首先是在北部跟东半部 尤其宜兰跟花莲 风雨会逐渐的增强在礼拜三这一段时间 下半天开始随着台风更加接近 包括了在中南部的风雨也会逐渐的变得比较明显 到了礼拜四台风还是在台湾附近 我们可以看到西半部的雨势跟风力还是相当的大 依照目前的路径来看 这个台风对于中部以北 宜兰以及马祖的冲击是最大的 但是对于南部跟澎湖 也是可能会有些强风以及好雨出现的状况 不过整个风雨最大的区域 其实还跟台风它的路径有实际的关系 那请大家要特别留意我们预报上面的最新资讯 来追踪整个风雨可能比较大的位置 预报上面的改变 我们预计到礼拜五之后台风会进入中国 逐渐的北上远离 但是因为后续还是有非常多的南来的水气的影响 因此中部跟南部还是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发生 那一直要到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步的趋缓 另外在这一天因为马祖离台风还是比较接近 所以上半天的时候风雨还是比较大的 这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最后是今天跟明天浪的部分 因为天气上非常的好但是海边的长浪已经逐渐的出现 我们预计到了今天的晚上其实包括东海岸 恒春半岛浪高就有机会来到1.5米甚至是接近2米左右 所以今天前往海边活动就已经要注意安全了 而到了明天台风更加接近 我们可以看到东海岸甚至包括台湾海峡这边浪高也会来到3米以上 明天开始海上的状况会变得比较恶劣一些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今天还是典型夏季的天气形态 要留意有高温午后有雷震雨的状况 那台风外环流明天开始逐渐影响 礼拜三礼拜四甚至到礼拜五的马祖是台风影响最大的时间点 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强风以及好雨 那警报的几率相当高 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 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下半天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请大家一定要持续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并且提前做好防海准备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